日又可见,明朝皇帝没有一个是软骨头,全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看得热血沸腾。 一,没有一个皇帝是软骨头,大明中期一朝276年,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清朝275年,和亲,赔款,割地,屠民,天子弃国门,君王万里顿,如果去看明朝战事,你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面临的情况有多么危急,都绝不用女人换取和平,绝不割地赔款。 哪怕如报民军大军压城,哪怕如瓦斯大军围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不论是哪种情况,都绝不认输。 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没错,你多半知道朱元璋当初起兵的时候有多么勇武,多半也听过后来成了永乐大帝的燕王朱棣是多么英明, 你也多半听过郑德皇帝出后照是多么的荒唐。 可是明朝的每一个皇帝,却没有一个是软骨腿的,你看如崇祯皇帝天子殉国,你看如郑董被俘却绝不求饶,你看如龙武战死沙场,你看如少武被俘,绝尸自杀,正弃明朝。 明朝军队的单个战绩在世界上不是最好的,但是明朝确实是古代世界上所有历史超过了百年的帝国之中, 唯一没有与其他国家或势力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也唯一从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王朝,哪怕是暂时的。 明军是世界上在国家亡国后抵抗时间最久的,他们坚持抗击清朝达三十八年之久,明军能够保持这样持久的战斗力,不仅仅是因为明朝本身就不是一个民风柔弱的朝代。 无论是明朝的帝王还是百姓,都有着刚义不屈的性格,无论是历史上昭明的家定三徒,还是扬州十日,当看到流头不流发,流发不流头这样的言语, 当看到自论六月初家定人民自发起一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两万余,史称家定三徒这样的记载,即使你对那一段历史从未过问,你也不可能不为之动容。 中国历史五千年,各个王朝的军事实力保持的时间不等,纵观所有被忽略或无读的历史,唯有被清视的大明军队,战斗力保持得最久的近三百年,大明一朝二百七十六年,确实没有对外屈膝一心半点。 大明流行骂皇帝,正德年间,皇帝诸后赵要搞出游,遭到了大臣的一致反对,先后仗毙了十几位大臣,但是大臣依然范眼阻拦,最后正德的只能妥协。 在明代,内阁是有权力驳回皇帝之一的,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虽然这个权力很少有动用,但是确实存在,这已经是君主立宪的萌芽,明代第一世子们是魅上未求扣,无论什么人,有名一代,没有一个魅上的获得好下场,反而是那些范眼的大臣,成为天下读书人景仰的典范。 在明代,我们记得天宫开悟,记得那约三百米长的正和宝传,记得有密集劳动型的作坊出现,记得后堂炮已经规模应用,记得腐朽的理学,开始受到重视客观实际的新学的冲击,德物治理第一次在理论与实际中出现并逐渐壮大。 至崇祭年间,每年新出版刊行的各类书籍一百万计,而到了清朝,其实是所谓的康盖盛世,也不过每年四万余策。 二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明朝建国的时候定都在南京,后来则迁都北京,迁都的目的,则是为了天子守国门。 由于满清的缘故,有人对明朝极尽污蔑之能是,好像明朝是最不忠用的朝代,其实,只要细心比较,就会发现明朝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王朝,和号称最强大的汉,唐相比,明朝一毫无逊色。 长期为明朝编换的是蒙古,而汉朝则是匈奴,愚昧者总是津津乐道,于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可是汉高祖当年也被匈奴兵,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汉朝却给禅于老婆送礼,请他吹着边风,这样才放了汉高祖一条生路。 而明朝则断然拒绝蒙古所求财务换英宗的要求,英宗皇帝也是宁死的不祥,最后明朝另立新军打败了蒙古,汉武帝派兵北伐匈奴,而明成祖则是御驾亲征武征蒙古,敢犯我强悍者,虽然必诛,并不是用于整个汉朝,而明朝也有过类似的辉煌。 与唐朝相比,不错,唐叔国力强盛,四海贤浮,可盛唐以后呢,安禄山叛兵和皇朝匪兵以及土藩蛮兵都曾攻入长安。 可以比较的是,在安史治乱和皇朝起义中,唐玄宗和唐熙宗都曾弃都难逃蜀中,明朝则从未有过这种例子。 大家知道明朝永乐皇帝从南京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叫做天子守国门,受到入侵了,大明天子亲自在第一线守国门。 崇祖皇帝当年,北京形势很危急,有人劝他迁都,他不去,有人劝他走,逃到南京,他不逃,他登上眉山自以殉国而死,终于江山设计。 大家想想,这与清廷的贤崇皇帝,至京城百姓,于不顾两路仓狂逃离北京,以及清廷墨地铺一口且,偷生向日本侵略者认肥作父,更有着天壤之别。 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到了明末那种内忧万患中,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晚清和李自成,对关外的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权辽可负的冤枉。 从明英宗到崇祖帝的几次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更是坚定,兵临城下仍然宁死不迁兜天子守国门,君王死射继王。 当年明朝崇祖帝的遗言和清廷宣统帝的豪言,可见两个皇帝对国界民生的不同态度。 崇祖帝皇帝殉国前,怕李自称伤害无辜百姓,就写了一首绝命诗给他,朕自去冠冕,以发覆灭,认贼分裂阵师,无伤百姓一人。 宣统帝溥仪的豪言,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美,只要不让我当大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肝溥仪自传我的钱本生。 时的一提的是,明末抗清比南宋抗援更加激烈,全家投警,自已殉国,立战而死的官员致是无数,光后来对追是有据可考的,就多达八千六百多人。 他们大义凛然,壮烈殉国,从容就义,就义前美美康海富士,明末绝命诗在数量上是空前的多,而且大都是以热爱祖国,可坚持民族气节为其主题,我想这就是我中华民族原有的精神与民族气节。 当年崇祖皇帝抱怨百官都不来上朝,绝望的钟声在紫禁城响起的时候,拼命抵抗的守备太监,纷纷惨死在义军的刀下。 崇祖皇帝不知道的是,他的忠臣们比他早一天便掀起了自杀的浪潮,因为北京外城已经在头一天就被公铺了。 县锦斋路其中一小部分明朝自杀殉国官员名单,东阁大学士,曾在大明崇祯二年任河南巡赴,绿兵秦王的范景文,已经连续四天未吃饭,在前一天全家投井而死。 护不上书兼士讲学士尼元路,全家十三口全部上吊自杀,左都御是李邦华,投水自杀,左都御御是师邦要自杀,另外后宫周皇后带头自杀,崇祯帝嫔妃并不多,基本自杀。 另外更加早的有名朝大学士兼太子探父孙成宗全家七十口于河北高阳县,比较出名,有名墨月少宝之称的卢相生,死河北松桥。 后南明死忠者有着名的石可法死扬州,刘宗州死杭州,还有官员全家自沉船死海上,官员独自到南京死,为的就是留名证明自己气节。 由于自杀官员惹众,至少有上千人名字都难以统计,外国人不太理解这一种现象,任何一朝能够像明末这样中死者多,崇祯皇帝不知道算是幸福还是算痛苦。 明末忠臣,清官,亦是自杀殉国人数之多是令人惊讶的,外国人不太理解这一种现象, 任何一朝能够像明末这样中死者多,崇祯皇帝不知道算是幸福还是算痛苦。 明末忠臣,清官,亦是障礼者的心疾。